另外一個看圖縮固就是比大小 這兩個比大小 老師說圖形比大小怎麼辦? 直切一刀或橫切一刀 直切一刀代表時間一樣 ΔT一樣 就看ΔV 上面那個ΔV大 所以加速度大 下面那個ΔV小 所以加速度小 當我們用看 這是比較斜的意思 上面那個要有比較大的速度變化 這個線就要比較斜比較懂 所以以後我們就說 VT圖的直線就代表加速度 加速度如果越斜就代表 對不起 直線如果越斜代表什麼意思? 加速度就會越大 所以平什麼意思? 平就是完全不斜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加速度? 沒有 所以他說什麼運動? 等速度運動 加速度為0 對不對? 所以就看誰比較斜 所以不用算啊 像這個 不用算啊 你也算不出來啊 一個數字都沒有啊 你也算不出來 一個數字都沒有 就算一個數字都沒有 我一樣知道誰比較大 誰比較多大? 就看就知道 來 這個叫可愛 現在應該找大美女兒是嗎? No.1 有 誰? 甲 你說一下 甲 你選了一個叫做甲 我為什麼是甲? 因為甲比較陡比較寫 OK 這個叫做 VT圖比加速度大小 很簡單 看什麼就好了 看誰比較 寫 比較懂 比較懂 代表加速度比較大 完全不寫 平的就是沒有 加速度 平的叫做 等速度運動 沒有加速度 不用算 看圖就會 OK嗎? OK 接著我就要做計算 要請你去算 算平均加速度 我們的公式叫做 Delta T Delta V 所以一個你需要一個時間差 第二個你需要一個速度差 兩個速度的速度差 兩個A的時間差 所以我們圖在那邊需要幾個點 兩個點 一個時間一的時候速度一 時間二的時候速度二 都會帶進去 Delta T Delta V 帶進去 答案就做出來 答案就做出來 就是平 BT圖基本上就這樣算 平均加速度 好 所以重複一是我們的 keyboard的一個重點 叫做 數學上叫做兩點決定條直線 物理上說這條直線代表什麼 代表叫做加速度 數學上說兩點定直線 物理上說這條直線代表就是一個加速度 然後如果從頭到尾只有一條直線 就表示從頭到尾就只有一個加速度 就做什麼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斜直線就是等加速度運動 還有直線越斜代表什麼意思 加速度就會越大 直線越斜又加速度就會越大 完全不行 平的就是沒有加速度 等速度運動 所以 汪汪的不是我們的等加速度運動 可不可以求平均 一樣可以求怎麼辦 一樣找到什麼 兩個點 一樣找到兩個點 看進去 計時開始速度運 計時結束速度二 代表得 然後兩點定條直線 平均嘛 我們講過 平均當作怎麼樣 通通一樣嘛 所以這兩點的平均等於 當作你是等加速運動 這樣走過去 就會在這一段時間之內 有這麼大的速度變化 你這樣的意思 所以 就是平均加速度的概念 就是大家都一樣 當作你是等加速度 我就會在這個時間之內 有這麼大的速度變化 所以 也就是 你要我算平均加速度 我的速度都一樣 就是 找到兩個點 時間一速度一 時間二速度二 代進去 ΔT跟ΔV 就算完了 除了平均之外 還有一個順時 對不對 還有一個順時 某一個瞬間的加速度 叫順時加速度 那一樣 跟我們當初在學 艾斯基努的一樣 時間間隔越來越小 就會接近所謂的順時速度 就是時間間隔越來越小 數學到極限 就會變成所謂的順時加速度 當然我們國中生不會 可是我們有別招 就是這個越來越小 會變成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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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但是我還是要找兩個點才能算 求T1的順時加速度 有一個T2 間隔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就變成切線 喔 原來 我們說這叫做什麼線 割線 割線叫平均 先 接線叫順時 然後呢 這個點 這個就是順時加速度 要算怎麼算 對不起 我還是需要幾個點 兩個點 我還是需要這樣 通常取這個點 通常取這個 你可以取別的 沒關係 這個點 帶進去 就是 因為我是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平均等於順時 等於順時 這樣做 這叫做所謂的順時加速度 順時加速度 你可以把它串出來 OK 所以 VT圖的直線代表加速度 割線是平均 切線是順時 直線越斜代表加速度越大 Keyword 重點 請你跟我記好 VT圖還可以做另外一件事 叫做 求位移 這是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是一個等速度運動 我的速度是5 然後我花了4秒鐘 物理上 速度乘以 時間叫做距離位移 對不對 所以5乘是20 叫做位移20公尺 物理上說 這叫位移20公尺 所以它就是它面積 所以它就是它面積 長方形的面積 所以 VT圖的面積代表什麼 位移 除了這個例子之外 別的情況下 也是 面積也是位移 我們不仔細跟各位解釋 就給我記出這個結果 VT圖的面積是位移 然後有些面積我們不會算 就不要理它 但是很多我們都會算 蔡小型會算嗎? 蔡小型會算嗎? 不會喔 完蛋 體積高輸一二 體積會算嗎? 不會 不會 更長 不會啦 蔡小型會算比較長 OK 上底加下底扯一高 注意了 Keyword就是你給我記住 VT圖的直線叫加速度 面積叫什麼? 位移 算出來對 但其實你注意的事情是 它的面積是位移不是位置 它的面積是位移不是位置 是移動了三公尺 不是我在三公尺的地方 表論題目不一樣是位置 兩者相遇是位置一樣 不是位移一樣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所以注意 VT圖的那是位移 上面的是正位移 下面的是不可以講過吧 上面的是正方向位移 下面的是不方向位移 OK OK 好 謝謝 好